把那個捐款明細把它改一下 按一下它整個就過來清除 那當然如果你工作裡面有這麼方便的東西的話 那其實你真的經常性的就可以把很多工作表裡面的資料 就可以拿來應用 那這個可以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太多了吧 我想你工作裡面有太多類似的東西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可以把剛剛的東西 再把它放到這邊來加以應用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你也可以不用重寫啦 不過你大概要知道改哪些地方 一 你可以先怎麼樣 把剛剛的程式有沒有 我們剛剛模組裡面的東西 當然你可以把工作表合併這邊 直接Ctrl C 這邊也是這樣Ctrl C Ctrl V有沒有 然後在那個捐款明細裡面這邊 一樣先插入一個什麼 一個模組 這邊一個模組 再把需要的東西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來做修改 不過哪些地方修改 可能我要說明一下 不過說明這個之前的話 剛剛同學問那個 字的大小 記得這個還蠻重要 我發現有些同學 字還是很小 看得很辛苦 所以這個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字放大一些些 大概至少 可能要12號字以上吧 不然的話你看起來還蠻辛苦的 OK按確定 然後把它再放大14號字好了 這樣看起來更好有沒有 所以其實 任何開發環境都一樣 第一件事情還是要先把字放大 因為我 每次接觸不同的開發環境 第一個要找一下 不過有的時候接觸久了之後發現 大概邏輯都差不多 用來用去也是差異性不大 所以 變成說 多語言的 學習 其實慢慢好像必要性越來越高 所以要怎麼樣快速學一個東西 這樣 這個可能要抓到要領吧 所以盡可能你學好 學會一個東西之後 盡量不是去死背它 因為以前填鴉式教育是叫你把它背起來 背起來 為什麼不知道 所以你比較不知道說原來其實語言跟語言之間 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相同的 其實只有少部分是不一樣的 你要學的是少部分那部分 你就把少部分再抓出來 你大概 大概就會了 剩下來就是你要實做 找一些什麼 找一些sample 所以盡量找sample 練習 那其實你要什麼時候才能學會 這個東西不是用眼睛看的 也不是看 叫你去 借多少書 或者買多少書 很多買一堆書 還是學不會 一定要實做 動手做之後 做出來 就代表你會了 OK 所以不是說用眼睛看很多人買一堆書回去 還是做不出來 而且每一本書還很奇怪 每一本書寫的又不一樣 同樣的東西 為什麼 每一本書寫的都不一樣 最後 把你搞混了 然後你也不知道怎麼解決 最後你只好放棄 我發現很多人都這樣子 所以其實學塵士 第一個當然 也不用去想那麼多啦 反正就掌握要訣 就是做出來就對了 那不管怎麼是 最好是有你自己的一套方法 所以我盡量這個邏輯都是我自己做出來的 所以他會很有 有我的風格 那當然 我強烈建議你自己如果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建立一套你自己的習慣 把我的 改掉都沒關係 你愛怎麼改都沒關係 那盡量的話有你自己的 東西在裡面 你會覺得這個東西 會越來越 有你的那個部分 OK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大概改哪些地方呢 主要 原來的地方是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所以基本上同學可能會比較有問題 而是 在這個中間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 切到哪一個工作表 游標放在什麼呢 放在 他的 本來是 題目好像表來是A2吧 那現在因為是A3 所以你可能要改一下 A3 位置 那再來怎麼樣 Ctrl Shift向右 向下不行 所以怎麼辦呢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到底 是要 Ctrl Shift向右呢 還是Ctrl Shift向右向下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會有 多重 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判斷的話要怎麼辦呢 1 那我就想一個方法 用什麼方法來決定 到底他是一筆還是兩筆 那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游標放這邊 Ctrl向下 你會發現呢 他如果Ctrl向下停在3的位置的話 表示他一筆資料 那如果說呢 他假設是兩筆資料是 游標放這邊 Ctrl向下 他是4 如果有更多筆的話呢 假設後面有沒有更多筆 假設更多的話 大家停的位置 假設這邊是4筆的話 一樣嘛 Ctrl向下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 我們可以用 我的習慣 用偵測的 游標放A2 Ctrl向下 追蹤到 如果追蹤到的那個位置 假如是什麼 假如是 等於3的話 表示說他只有一筆 如果 反之 那就是多筆喔 那我就是Ctrl向下 又向下 不過後來又發生一個問題 同學問說 老師那如果他有一種邏輯 怎麼 如果 沒有資料的話 對不對 所以可能 的邏輯啦 至少會有三種 所以 這個地方 你可能都要 先想到 然後去處理這個邏輯 其實如果你能夠處理邏輯之後啦 程式就很好搞定了 OK 所以基本上 寫來寫去喔 從我們前一個階段的課程到這個階段的課程 處理最多的就是回圈 加邏輯判斷 那其實喔 不只是VBA啦 其實其他的語言都一樣 不外乎也是回圈嘛 因為你要讓他重複執行 然後再來裡面做一些邏輯的判斷 所以基本上喔 我這邊會有三種邏輯判斷 所以基本上喔 我就先把程式這邊 先寫一個 註解 我要做那個三種邏輯判斷喔 放在這邊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Enter 邏輯有三種 那我要第一個 如果沒資料的話 怎麼怎麼做 所以呢 如果一副 先 抓到到底幾筆 所以我剛剛有做了一個抓 R等於什麼呢 Range H 哪一個呢 從A2有沒有 向下追蹤 這個寫了很多遍啦 那因為他很重要 所以我們做了N次了 所以這個我想 因為太重要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 最好能夠記下來 那我就用什麼呢 用追蹤到的資料放在R 如果R等於3的話 表示他一筆 如果R大於3的話 表示多筆 那我怎麼知道沒資料 其實有個方式啦 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判斷說呢 這個儲存格裡面有沒有資料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沒資料的話 那理論上後面都沒有資料 我可能因為第一個位置 大部分都是Key啦 都是他的那個 可能是他的 編號啦 Paramate Key的位置 所以我 理論上這個沒資料 那表示後面應該也沒資料 所以呢 我判斷的方法總共會有三個邏輯 那第一個邏輯 if 如果什麼呢 假設那個A3裡面是空的 所以呢 我這邊的話可以 如果A3裡面是空的 那我可以這邊 等於空的 Zen 第一個邏輯做什麼 第二個是 Else if 如果什麼呢 第二個邏輯是 如果R等於3的話 那Zen做什麼 Enter兩下 再來多比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Else 如果你可以幾種敘述 Else是除此之外 那就多比了 OK 或者是說你還可以Else if 盡量想得越周全 那這個程式出錯的機率越低 OK 那我們反之 反之的話呢 就是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所以 記得喔 最後 一定要加一個 End if 因為同學很 很常忘記那個 End if 如果沒有 End if 你程式 它就會卡住 好 所以結構先打 if 第二個邏輯是 Else if 除此之外 這個一定要有 End if 這個結構一定是固定的 缺一不可 那個是A3 A2 這個A3 OK好 你不要比我細心 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複製貼下來 忘了改 好如果我說呢 它裡面是空的 那什麼事都不做 如果它等於3的話呢 那等於什麼 只要Ctrl shift向右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複製什麼 這個 移到哪裡 Ctrl加按住啦 複製貼上 只要向右就可以 不要向下 Ctrl向右 只有怎麼樣 向右選就好了 那可是比較麻煩什麼呢 如果它等於空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什麼事都不做 怎麼樣 什麼事都不做呢 其實 方法很多 跳到這邊來 其實我之前是 跳一個Node 不過我發現 這邊 如果說你要讓它怎麼樣 層次跳過這些動作的話 那記得 這個地方你可以寫一個 所謂的那個 GoTo的敘述 所謂的GoTo GoTo就是說 我要從這邊 跳到這邊的話 第一個你先給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的話是 我們直接在這邊寫 一張 NoData 後面 加一個 冒號 關鍵 這個冒號 如果呢 你有一個名稱 後面加一個冒號 那這個表示一個標籤 那上面你可以用GoTo的敘述 GoTo意思是說 我要 讓我跳到城市的哪一行 就是跳到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 他的後面GoTo 你就是用這個敘述 GoToNode 然後呢 後面記得 上面 的部分是不用冒號 下面這邊要有冒號 表示說我要從這邊 城市跳到這邊 就離開了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呢 如果他跳離之前 換下一個 的 時候 記得 因為我們游標 這個地方我 好像本來是就寫這樣 不過後來發現好像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我當他沒資料的時候 比如說這邊好了 我 假設這樣寫完了 那其他的話 大概要改哪些呢 Copy 然後切到總表之後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以前是 Ctrl向下 有沒有 那 前一個 類型題不是 假設我就是 切到這邊 讓他怎麼樣 Ctrl向下 再下一個工作 下一個 繼續什麼 繼續 再貼嘛 可是問題 如果你只有貼一筆的話 那你Ctrl向下 完蛋了 他跑到最下面去了 因為他只有一筆 可是如果多筆那沒有問題 因為這一題比較特殊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裡面有可能怎麼樣 你貼上之後 他有可能是只有一筆 所以如果只有一筆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們之前是用 Obset 這邊是 1 對不對 那這裡的話呢 我就把它改一下 改什麼呢 改 r-2就可以了 為什麼 前面有個那個 selection向下 那個就把它刪掉 那r-2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前面不是有個r嗎 r的話 指的就是追蹤到 第幾列 有沒有 追蹤到 如果是他r等於3的話 那表示什麼 他裡面有幾筆資料 有一筆資料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3的 上面呢 還有兩個什麼呢 標題有沒有 標題 跟標題欄 那這兩個要扣掉 所以基本上r為什麼-2 主要是把那個什麼呢 把那個標題跟標題欄 扣掉之後 讓他向下 看幾個 就向下幾個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一直往下跑 一直往下跑 然後一直貼 一直貼就對了 一直往下跑 一直貼就對了 OK 那這個 大概就沒有改什麼了 除了大概主要是 把原來的程式 貼上之後 然後呢 處理邏輯 主要是改這個地方 處理邏輯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向下幾列這個地方 改一下 其他就是原來的東西 然後呢 不過go to nodata這個可能要多 多補一行 多補什麼呢 讓他切回到哪裡呢 切回到總表 這邊可能 要多一個那個 切回到總表的敘述 因為如果說好你讓他 應該這個要先切回去再go to OK先切回去 總表 因為他既然已經沒有資料了 那你必須先切回去 不然的話呢 他優標還是在那個工作表 那這樣的話會產生錯誤 我記得好像 這個地方如果你沒有讓他切回去的話 會造成錯誤 所以我就補了一個 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油標放這邊 我們直接來執行一下 那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前面都差不多的 那 我們逐一來 看一下 第一個 我F8好了 主行 先切 確定先切到總表 然後怎麼樣呢 游標放A2 表示說呢 我從A2開始 游標記得是從A2這個位置 所以現在游標放這邊 那做什麼呢 再來的話呢 就是 我要一個一個的去幫我把前面的工作表合併 所以 For I 等於 第一個 到最後一個-1 最後一個-1的話 意思是說把總表這個扣掉 你不能把總表也把他合併進來 那再來切到第1個工作表 就1月的 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資料呢 裡面剛好把他刪掉 沒有資料 所以游標先放在A3 然後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R等於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R等於多少 R等於3 裡面沒資料 R等於3 這個 這個 還向下 所以如果說單筆的話 他還是會停在3 不過我們這邊有邏輯判斷 所以他還是會走這邊 雖然他等於3 可是呢 我邏輯判斷會有一個 判斷裡面有沒有資料 他有沒有資料 裡面沒資料 所以基本上如果裡面沒資料的話 那即便他是等於3 他還是會跑這裡 那跑這裡就是沒資料的話 他會先怎麼樣 先切回到總表 然後做什麼呢 GoTo NoData 所以跳到什麼呢 有沒有 這個 標籤的下面 NAS 就換下一個 那再來的話呢 切到2月份 2月份有沒有資料 有資料 R等於多少呢 R等於3 OK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R等於3 Ctrl向下追蹤 那有沒有資料 有資料 所以他不會跳這裡 他會跳這裡 如果R等於3的話呢 Ctrl Shift向右 向右選取 再來做什麼呢 複製一下 有沒有 切到總表 貼上 關鍵來了 我剛剛講的 原來我們這邊是 Ctrl向下 可是如果Ctrl向下完蛋了 他跑到最下面去了 所以不能用Ctrl向下 有沒有還記得吧 我們原來的那個 城市有沒有 這邊的城市喔 會多一行喔 Ctrl向這一行 有沒有 那你這個地方不能用這個 原來用這個 跑到最下面去了 完蛋了 不行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換成 這個E把它改成R-2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 就是 換成什麼呢 用Offset R的話 因為它裡面 R等於3的話 就扣掉標題 跟扣掉標題欄 之後的話 就是R-2 是E 所以我 等於是我 剛剛只貼一筆 所以貼一筆的話呢 那就是向下移動一筆的意思 所以 這個的意思是 向下移動 你貼的幾筆 所以如果你將來 貼兩筆 那就向下移動兩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能 放在原來的位置嘛 放在原來的位置嘛 貼不就一直重複了嘛 OK 所以主要是移動 向下移動幾個位置喔 OK 所以Offset 這還蠻重要的 將來如果說你要合併資料的話 用它還蠻方便的 你只要算出以後 要移動幾個位置 你就可以把資料 一直把它放放放放 它全部幫你合併完 OK 向下 好 這樣的話 有沒有 它就 Offset 就移動一個 然後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三月 三月資料比較多 所以 R等於多少 這個時候 R等於6 有沒有 向下追蹤6 然後呢 它會跑哪個邏輯 跑這一個 這個不會 跳過 else 好就這一個 Ctrl-Shift 向右向下 然後呢 再來一樣Copy 然後 切到總表 貼上 再來Offset 就是 因為它貼了四個 所以它應該移動幾個 也是移動四個 所以這邊的話 6 減掉2 所以幫我移動 向下移動4列喔 有沒有 移動4列了 所以它又乖乖的 移動4列 然後再來怎樣 依此類推了 所以其他都一樣 應該可以看懂 我現在做的邏輯吧 其實跟前面 最大的差異 只有多一個邏輯判斷 跟那個Offset 其他都一樣 OK 把它全部執行 那個Offset 它不是說去偵測 有資料到最後一行 不是 它不是用偵測的 它只是去移動幾列而已啦 前面這個數字是移動幾列嘛 我們這邊 沒有完 這個地方呢 就不是用偵測的 你已經貼上去了 例如你貼上4列 那裡已經滿了 對 然後它 它又不是說有一個指標 想說 你本來還在上面 我要往下載 沒有 你已經滿了 它應該就已經 偵測到這裡了嗎 沒有 它不會 它貼上之後 有沒有 它的 它的指標還在上面 它不會下 如果你沒有用Offset 它會繼續 貼到同樣位置上去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它不會說你貼上就往下跑 不會啦 如果 會的話 那這一行就可以不需要了 它永遠就只要移就好 沒有 它就在那個位置 所以這個只是 我們要讓它往下移動 所以OK 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話 就讓它全部合併 合併完了 那這再來的話 最後可能會多一個 這個委員 我這邊有加了 就是說呢 一樣把它清除掉 這個要沒有 最後我試一下 可不可以看 有沒有發現 全部都幫我一個一個 去貼過來了 結果應該是正確 但是會有 最後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做那個 貼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會一閃一閃的 這個之前有講過嗎 如果說你會一閃一閃的話 它其實有幾個缺點 一 就是 它跑的也會比較慢 為什麼 因為它一直重畫那個畫面 二的話呢 當然 給使用者看到會覺得 你這個感覺好像壞掉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要讓這個畫面不閃動的話 其實最後我有在上面 再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叫 Application 點ScreenUpdating 等於False 這個前面講過了 然後最後的話 記得還要再把它 把它打開 那加完這個訊息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點它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當然可以的話 最好是可以把剛剛的程式 把它貼上 然後重新修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你剛才去偵測說 內衣上有沒有 嘴邊 抱歉 走 雙瓶 擠 箱 跟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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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